這個部分可以有延伸 比如說在想那個什麼 EA2B那種寫法 不過程式相對的會困難許多 不過你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表示你這部分 就會這樣更上一層樓了 以後想要寫什麼 就可以寫得出你要的東西 不過基本上 再怎麼寫都脫離不了這些東西 有沒有你只要玩遊戲 一定要Random 然後你一定要把它Input進來 另外的話那OS要Input 所以剛剛如果你要用OS點 底線Exist的話 你如果沒有Input OS 它也不會 它也會發生錯誤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不是所有東西都已經幫你 預先加到Python的程式裡面 它沒有幫你Load到Memory 不然的話它的 所有東西都Load上去 那不得了跑起來會非常緩慢 所以它的做法是 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再去把它掛進來 這樣就OK了 不用說全部東西都全部載進來 那它跑的會很慢 所以再來的話 如果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只跑 只能回答5次啦 或者6次等等的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把壞圍圈改一下 那通常我程式不會把它刪掉 我會把它註解 Ctrl加斜線 就註解 Ctrl斜線還蠻好用 取消註解 Ctrl加斜線 如果你要多行的註解的話 好像前面有講過 多行可不可以啊 多行取消可不可以啊 Ctrl加斜線真的還蠻好用的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可以利用這種快速鍵 那我如果想要改回圈方式 不要無窮回圈 不給你一直回答 一直達到次數太多的話 那我只能夠讓你回答幾次 那我就可以用4回圈 用4回圈來讓你回答 那這個4的話呢 我可以給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的部分的話呢 我可以給4 i in range 比如說我今天呢 在那個range裡面的話 我就給他一個range 那這個range部分的話呢 我就 比如說我今天要給他幾次 那你就可以從第幾次呢 從1一直跑到 假設第5次就離開的話 其實我輸入6的話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其實喔 如果你這邊輸入 應該是1到5 你想說這樣應該跑第4 跑5次對不對 其實不是 應該是跑6次 因為上面還有第1次 所以如果說以這邊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 跑了6次 最多6次喔 OK 所以呢 基本上喔 那當然我們這邊 就離開了 並且告訴他說 啊 你沒有答對 那我還是強制離開 不過特別注意喔 強制離開的話 這邊呢 我就敘述一下 分析著他一下 假設我今天呢 讓他離開的話 但請特別注意喔 呃 這個地方喔 如果你用break的話 恭喜你 答對喔 假設我今天喔 如果 我用break的話 他後面會 跳到這邊來 變成跟上個禮拜講的一樣 他變成說 欸 恭喜你答對之後呢 抱歉 又會直擊一次這個 那不對啊 你又答對 那你又跟我講說 只能拆6次 所以 這個地方變成break喔 適合用壞喔 可是 如果你要強制讓他離開的話 應該改成什麼 這邊特別注意喔 Ctrl加斜線 你把它改成 上水外講過的 就是 跳離這個程式 那跳離的話就是什麼 你第一個要什麼 先 import什麼 OS 所以你在這邊加一個OS 先讓他 import一個OS對不對 然後呢 再到這邊呢 你就OS 點什麼呢 強制離開 那底線呢 exist 這邊也有個 exist有沒有 OK 然後把 這邊status 輸入0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欸 你恭喜喔 你答對了 但是你就不會再跳 不然的話 恭喜你答對了 欸 又跳這個 那當然不合理 那特別注意喔 其實之前我還沒發現 後來是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這邊好像會答對了 但是又會執行這邊 那怎麼辦 就強制把它離開 OK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理解了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猜拳小遊戲 不過講猜拳小遊戲之前 順便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有講到VBA 所以我 大家可以希望說 如果同樣的程式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也該怎麼做啦 因為 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我就直接把那個 我已經改寫完的 給各位參考 OK 那你會發現喔 像這邊的程式 如果要把它全部換成VBA 而且要寫得很像 寫得很像喔 就是說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該怎麼寫 那這邊的話呢 底下有一個就是改寫VBA版本比較 給各位參考 因為我希望 如果以這個Python裡面的程式 你知道有空的話 你也可以試著把它全部改成VBA 如果都可以的話 那恭喜你 兩邊的話 就沒有障礙了 OK 管它用哪一個環境寫吧 所以其實說真的 工具就是工具 你不要說 執著在哪一個 反正可以解決問題 也就是好工具啦 你反正哪一個都OK 所以底下的話呢 我這邊有一個Sub 那你可以啦 那建議可以先弄一下 或者你可以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那個 開一個Excel嘛 然後你就把程式開一個模組 就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程式也許貼上 那其實我的寫法都一樣 在VBA裡面呢 跟那個Python裡面 最大的不一樣 一 在VBA裡面 這個縮牌不是強制性的 也就是你如果全部都不縮牌 程式一樣可以照Rub 但是我的習慣是 我其實以前寫VB 我就一定會縮牌 所以我換到Python裡面呢 我沒有任何的 就是沒有任何的需要多 因為本來就縮牌了嘛 那但是如果以前 你沒有縮牌習慣的同學 你就會覺得好麻煩 那裡面有哪一些地方 我先把它Rub一下 貼上之後執行它 有沒有 請在1到2之間猜測數字 那差別是說Inputs 變成Input Box 那這Input Box 其實差不多啦 一個是跳下面嘛 一個是跳一個視窗 那你就輸入嘛 10好了 Enter 有沒有一樣 那跳出訊息它在下面 那這個是叫Match Box 一個是跳一個訊息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Match Box 它會跟你講說太低了 高一點 所以我就是知道說 應該縮小範圍 10到20之間 那我就輸入15 Enter 兩次就對了 OK 滿厲害的 會不會直接猜一次失誤就馬上中了 OK 不過可能要作弊吧 訊息要藏在一個地方 OK 好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程式基本上都一模一樣 那裡面有哪一些不一樣 其實各位可以稍微比對一下 這邊給各位參考 那其實呢 兩者之間 最大的差異呢 我們大概來稍微看一下 你會發現 在那個VPA裡面 他如果要Random 就是他不需要賄賂任何東西 他其實是利用一個函數 Random的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裡面的話就是 他會產生0到1之間的一個亂數 0到1之間喔 但是他會產生0 會等於0 但是不會等於1 會是小1的 所以最大的值是0.99999 接近1 所以呢 如果我要產生1到20之間的那個亂數的話 那我必須怎麼樣 把它先乘上 VPA這個乘上以20 那乘上20之後的話 他基本上0乘上20還是0 那0.99999乘上那個20的話 是接近20 但是不會是20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外面包一個INT INT意思是說取那個整數部分 所以他就變成0到19 0到19 可是我要1到20啊 怎麼辦 加1不就好了 OK 不過他好像有些地方是 有一個規則系檔 好像1到20 有沒有 所以你以後乾脆把這一段記起來 這邊自己填 這個是初始 就是那個亂數的那個第一個數字 亂數的結束數字 照著填 一樣是OK的啦 不過你要了解原因喔 那Random的這個 這個 裡面呢 再來就是input 其實把它input 其實轉型的部分也是按INT 丟過來 所以這個是亂數 這個是他猜的 那我是用小G來代替 那在那個Python裡面是用坏喔 不過BBA用什麼 too white 他一樣是1喔 反正呢 其實程式語言1就是true 1就是true 0就是false 那其實這邊也可以打true 不過有的時候人就突然嘛 打true當然要打四個字 打1只要打一個字 所以這個1比較好記一點 那一樣的道理啦 邏輯這邊應該大家都看得懂 只是說寫法 else if 跟el if 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我想寫法都幾乎一模一樣 那另外的話 秀出來的地方 我們是把它print出去 這邊是mess box 其他 is this 我們那個叫 os. os.底線elix stead of 0 這邊是is this do 其他的話呢 基本上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喔 看起來好像蠻親切的 因為 邏輯幾乎都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程式 你說管他用哪一種程式寫 其實基本上什麼寫都可以啦 ok 那寫出來其實也都沒有什麼違和感 所以請各位呢 這個部分是給各位補充的 那後面當然有些部分BBA程式我有寫啦 在雲端上有 不過有一些沒寫的話 那請各位回去自行 練習看看 像那個mess CAI 我不知道有沒有寫 如果沒寫的話 自己可以試試看 ok 那這個部分補充說明 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會再講一個就是有關猜拳遊戲 猜拳遊戲的話 其實程式也不多 各位可以 這是限制六次剛剛講過 猜拳小遊戲 那這個猜拳小遊戲的話 其實主要的 應該大家都玩過剪刀石頭布啦 所以我就模擬那個剪刀石頭布的程式 比如說 請輸入剪刀石頭布 那或者是END結束 所以呢 那我這邊好像漏寫一個說明 應該是 輸入1是剪刀 輸入2是石頭 3是布 ok 所以我就輸入了 我輸入一個剪刀 那你有沒有打剪刀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打個剪刀好像麻煩 那就用1 2 3來代替 好那我輸剪刀 這個時候的話 就要請電腦 他模擬出一個剪刀石頭布 跟我比 比完之後告訴我 我贏還是輸 大概就這樣喔 所以ENTER 我出剪刀 他出什麼 不不不不 錯了 我的我本來 好的 我自己寫的 寫到忘記喔 沒有沒有 是真的要輸入剪刀 ok 所以我 那我應該 弄簡單一點啦 不然還要再 不然我就輸入剪刀 ENTER 好 剪刀喔 好 多一個空白嗎 他也不行 啊對空白 所以他很 不過你可以把它train掉啦 如果說以後呢 有這種問題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空白給train掉 ok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電腦出了布 那你贏了 但是這個時候還沒有結束喔 無窮迴圈 繼續玩 好 這時候我出石頭 那這個就不一樣啊 把Ctrl C 石頭 ENTER 诶 平局 有沒有 他也出石頭 所以我們兩個平手 真的可以玩喔 那我出布呢 ENTER 诶 他出剪刀 所以他有點作弊 ok 好沒有 那最後的話呢 我就輸入END ENTER 他就結束了 ok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可以想想看啦 反正第一個你可以想說 那怎麼樣剛好兩邊可以match 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那剛剛主要呢 就是把那個 拆數字遊戲 我又再補充了 用那個for回圈寫 只能夠拆幾次的這一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VBA也可以改寫 所以以後Python寫的東西啦 其實喔 在VBA裡面一樣可以walk 只是說呢 你用哪個工具來寫會比較簡單 那再來的話就剪刀石頭部部分喔 那兩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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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любов